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否裡面的標籤 為什麼會想到要用貼標籤這個事情 聽說舞者還唱歌 還唱很多歌 我就是在想 為什麼他們這麼愛唱歌 然後我一直在思考這個貼標籤 是普遍大家很容易的某種刻板印象 比如說原住民會唱歌 但我偏偏不會唱歌 再負面一點就是說 喜歡喝酒 愛喝酒 種種 也因為這個標籤 當我進入都市的時候 就是我15歲去左營高中念書的時候 我立下一個不是志願 就告訴自己說不能碰酒 因為我就是那個原住民 所以從15歲一直到大學畢業之前 我從來沒有喝過一滴 但也訓練到我現在 就是不會喝 就是很弱就不會喝 我覺得背後有一個想要重新修正 每個人對原住民的某種貼標籤的刻板印象 那當然 愛唱歌這件事情 我成為了那個貼標籤的人 我有在想 我這群舞者不累嗎 你們一天的排練不夠 你們為什麼下班還要去卡拉OK 卡拉OK 卡拉OK 去投幣市 我就會很納悶 因為我就回想以前 我在雲門 我在做職業舞者的時候 我所有的辛苦 我所有的那個腦袋裝的都是 我要練習這個 因為我今天做不好 我明天 為了這個身體的技術也好 或者是表演的一種情感沒有達到 而覺得自己很苦悶 然後唯一解決的方式不是唱歌 是就是去排練場繼續工作 可是為什麼這些人不是 沒有人講得出一個標準答案 但有些當然就很籠統 比如說我們就是愛唱歌 我們繼續要去發洩 請問你要你發洩什麼 你情感上有什麼問題 還是你的事業 還是你對舞蹈有一種壓力 種種 沒有啊 老師你來嗎 你跟我一起去 你就會知道 但因為我可能就剛說了 從15歲的那個 刻意的不碰這件事情 所以我很難在 很難享受酒精的這個變化的過程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是很特別的一個 就是說從你喝喝了之後微醺 到一個程度之後 不管是一種身體上的釋放 或者是一種轉換 然後當你跟人跟聊天的時候 你完全都沒有防備之後 那個狀態 但我一直起不了頭 我就是那喝我就不喜歡 所以就還沒有達到那個 但於是我就成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者 那我當然也會說我可能就是那個觀眾 但我很喜歡他們唱歌 拿起麥克風的那個小小的舞台 他突然會變成不是只是一個舞者 所以我就想說這可能是一個題材 生活中 我的看見 跟他們心裡面 到底有沒有去正視 去面對 那個一定要去投鼻式 然後一點點透過酒精氣氛 然後去創造自己 那個到底是什麼 我永遠是那個笑最大聲 然後在拍手 然後我還有最忙的就是 我的手機裡面很多他們表演的 就是他們唱歌的畫面 所以他們就說我死了之後 那個不能亂 那個不能 手機不能 對 很精彩 你夢想要幾個我這句話 千鳳一